佛的心是平等心 决定没有偏爱 决定没有高下 我们看佛不平等 是这样 是我们以不平等的心看佛 好像佛也不平等 其实我们错了 佛永远平等 佛也平等 特别是发生大死 可是佛的实习 这也是讲运果 众生有感了 佛就信心了 众生没有感 佛就不会信了 什么是感呢 众生有心要求佛 这就有感 众生 有心 想行善 有向善的心 有好得的念头 有学佛 学圣仙的 愿望 佛菩萨感应 来了 感应 在佛家里面 所讲的 有四种 第一种叫 血印感 血印 明显 他印 你也很清楚 第二种 血印感 明显 确实有印 但是这个印 可能你还没有发现 也就是 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佛菩萨在暗中帮助我 这个叫 血印感 敏 第三种呢 敏感 血印 这个感应的人 可能自己还不晓得 自己确实 有这个心 有这个愿 但是很薄弱 真有 佛菩萨 佛菩萨明显地来帮助他 给他做作业 第四种是 敏感 敏 佛师门中 不学一人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佛菩萨 有这个能力 不像我们 想做个事情 有时候 心有余 而力不足 他们不是 他们力量 真圆满 圆满之足 这个是 五十节来 界定会 三十 逊修的功德 所以得 大自在 对 二十 三十 一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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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